除了桥拱 主梁的设计也面临一系列难题 大桥地处烈度高达8度的地震带上 如何抗震成为乘客间首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这个梁由于养护部门的需要 强烈要求让我们做混凝土结构 所以说我们的梁也比较重 这样一来就给我们抗震设计 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乘客间采用连续梁的设计 将地震带来的纵向力传导到桥台 从而减少对桥拱的破坏 另外在衡量下使用减隔震之作 加电涡流阻移器 通过运动耗能减小地震恒向力的作用 其次就是尽量减轻重量 为了减重 藏木大桥虽然有400多米跨度 但是主梁最宽的地方仅为18米 而一般的桥是24米 为了把梁收窄 大桥的吊锁不能在一个平面内 最终乘客间采用了曲面锁的设计方案 2015年7月1日 藏木雅鲁藏布江特大桥开工 藏木大桥跨越水深达66米的雅鲁藏布江 两岸山体陡峻 地质复杂 最大风力达12级 是拉临铁路全线施工 难度最大的桥梁 由于大桥所处的地形过于狭窄 架设桥梁的施工设备铺展不开 施工队伍只好选在了河流上游7.5千米 一个较为宽阔的地点 对刚才进行拼装 焊接 然后由船运到桥位 大桥的竹拱长500多米 分为56个钢管阶段 一个阶段最大重量达到250吨 拱圈吊桩 蓝锁雕 施工也是不容易的 它采用了一个不等高 不对称的那么一个结构设计 塔都是在险峻的山峰上 没有路 所有的材料都是靠人工台和碑 2018年9月 几经波折的藏木雅鲁藏布江特大桥 竹拱结构终于拼装完成 而它的建设也迎来了最艰难的时刻 钢管混凝土的灌柱 桥拱钢材管径最高达1.8米 需要一次性灌注1022立方米混凝土 工程量在世界同类桥梁中居首位 大桥所处位置昼夜温差巨大 直接影响混凝土的流动性和灌注密度 而钢混结构桥体的受力 主要依资内部的混凝土 灌注密度不均匀将会造成安全隐患 为保证混凝土灌注质量 在正式灌注前 陈克坚和工程人员在现场做了 一比一比例的灌注模型试验 由于昼夜温差过大 导致混凝土泵出现了管道阻塞 造成首次灌注饰演失败 怎样才能解决昼夜温差 带来的混凝土流动性的不同呢 有人提出可以针对两种温度 设计两种混凝土配方 使得两种混凝土在各自的温度下 流动性一致 后来我们就优化了配合笔 调整了一些工艺 又进行了第二次灌注 第二次灌注就比较成功了 在实际的灌注工程 为了确保万物一丝 我们又在钢管内 又加了隔仓板 隔仓板使得灌注可以分段进行 经过反复实验 在正式灌注的时候 运用两种温差的混凝土配方 取得了圆满成功 今天早上 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胶注 川藏铁路拉萨至灵支段的 藏木雅鲁藏布江双线特大桥 线交主梁完成了河龙 它的河龙也标志着全线120座 桥梁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2020年6月20日 藏木雅鲁藏布江双线特大桥主梁 成功河龙 桥梁全长525.1米 主拱梁跨境430米 是目前世界上跨度最大 海拔最高的铁路钢管混凝土拱桥 它与巴玉隧道 桑珠岭隧道 都是拉临铁路的标志性工程 工程师们在这里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 离开桑木雅鲁藏布江特大桥 拉临铁路行至家查至朗线一段 在这一段 临时金总师显露了非凡的胆识和想象力 我们这个区域分布的都是转制员 比如说板岩 沙岩 绿岩 千枚岩等等 像我们这里就是这个板岩 你看这个我们一般都下来了 假如我们这一敲看到没有 这个焦结就是比较差的 软岩是指强度低 孔隙多 焦结程度差 或含有大量膨胀性黏土矿物的松散软弱岩层 在这样的岩层挖掘时 无法对隧道形成稳固的结构支撑 甚至会发生隧道变形 实地勘察后 临时金提出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是软岩区短隧道方案 隧道长度十余千米 隧道全部在软岩里面穿行 但施工难度非常大 同时面临隧道软岩大变形的难题 第二个方案就是硬岩区的长隧道方案 避开软岩区域 将隧道提升到硬质岩区域施工 但是隧道长度将达到约二十千米 而且用于施工的辅助坑道 依旧要穿过软岩地层 第三个方案是大胆放弃隧道 采用明线方案沿雅将行进 经过反复斟酌 林世金最终放弃隧道方案 选择岩浆在研制好的地点 多次建桥 在保证工程结构安全的情况下 最终七跨崖江 工程简易 工程更安全 施工过程中没有任何问题 能可乘坐这段线路呢 乘坐的体验也会效果更好 那么就是相当于我们是把复杂工程 变成了简易工程 这个就是我们铁路选线的精华所在 十多年的往返 全长近三千千米的路程 沿途一经一物 林世金都已熟悉 对林世金来说 选线就是不断平衡利弊的抉择过程 鲜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他需要在最复杂的地质条件下 找出一条安全经济 便利施工的道路 林宗良是拉林铁路的电气化总师 拉林铁路 拉林铁路将采用何种牵引方式 是林宗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整个的隧道比例达到了54% 这种隧道比较多的地方 如果是用内燃牵引 在隧道内 它这个内燃机车 这个功率折减就比较大 而且的话 就是这个内燃机车 单油它会产生排放 那么会污染这个隧道 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 内燃机车的燃油 无法充分燃烧 不仅动力大大折减 也会造成环境污染 此外 在当前的交通运输领域 建设高速电气化铁路 更是大势所趋 但是要在青藏高原 建设电气化铁路 却绝非易事 因为西藏当时的电力状况 并不足以支撑 铁路电气化的构想 2010年前 西藏的电力状况 较为薄弱 有拉萨和昌都 两个电网中心 且没有实现联网运营 根据当时的预测 拉宁线电气化之后 的装机容量 能够占到当时 整个西藏电网的9% 一条单线铁路 一个装机容量的符合 能够占到 就是说整个电网的符合 这么大的比例 2010年 林宗良团队开始配合研究 拉拎铁路的外部电源方案 五年后 国家电网公司 启动藏中电力联网工程 5万多名建设者 经历了近20个月的建设 战胜崇山峻岭 江河祖阁 高寒缺氧 藏中电力联网工程 于2018年11月23日 竣工并投入运行 这项宏大的电网工程 使西藏电网电压等级 由220千伏 升级至500千伏 实现了藏中电网 与全国主网统一互联 既能满足当地 150多万人口的用电需求 也为拉拎铁路电计划 变定了基础